2016年李约奥运会结束之后,中国乒乓球队就正式进入了马龙和丁宁时代。 虽然在南队还有许鑫和樊振东,但是两个人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在大赛中证明过自己。张继科虽然各方面成就和马龙相差不大,但是因为伤病原因,下滑得比较厉害。 女队方面,丁宁可谓一只独秀、刘诗文、陈梦等队友和他的差距,已经逐渐被拉开。 他现在取得的成绩,对于其他人来说还只能养蒙。2009年张一宁功成名就,选择了退役。 那段时间女兵没有领军人物,被寄托了最多希望的郭月,状态起伏比较大。 李小霞一直受伤并影响,丁宁、刘诗文还不够成熟,直接导致2010年兵败莫斯科。 一直到2011年丁宁一年,两个世界冠军,才有了一点领军人物的气质。 丁宁进入国家队之后,一直被队内当作重点来培养,因为从小在北京队长大,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张一宁的接班人。 丁宁求风和张一宁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,两个人都没有明显的得分方式,进攻质量都比较一般,防守比较好,打得有耐心,性格比较坚韧。 所以总能站在最高的舞台,乒乓球现役女队中,丁宁拿到了一个奥运会单打金牌,两个世界杯单打冠军,三个世锦韩冠军。 而其他队员除了刘诗文四个世界杯冠军,和朱宇玲一个世界杯冠军,剩余的人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任何世界单打冠军。 世界杯冠军的韩金亮和奥运会与世拼赛比起来又相差甚远。 所以丁宁现在的成绩对于其他人来说,差距还是有点大。 号称丁宁克星的刘诗文,现在还没有拿过世拼赛和奥运会的单打冠军。 现在想要再次追上丁宁的脚步,真的是非常艰难。 现在丁宁的成就已经快追赶上了前辈。 张一宁有两个奥运会单打冠军,两个是拼赛单打冠军,四个世界杯单打冠军。 王楠有一个奥运会冠军,三个是拼赛冠军。 所以丁宁想要超越前辈。 最后一步就在东京,以丁宁现在的状态,打东京奥运会单打,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完成未免。 如果2020年丁宁拿到奥运会冠军,将对张一宁和王楠完成正式的超越,成为中国第四代大魔王,出可以完成烧满贯的伪计。 可以看出来,2020年奥运会对于丁宁玩说志在必得。 大家认为丁宁够在东京圆梦吗? 同时,也提前祝愿中国乒乓球队在接下来开打的韩国公开赛取得好成绩。